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往往它都起到决定性作用 这个国家就是美国 所以这一讲我们来讲美国的诞生 它的诞生来源于独立战争 如果我们把之前讲过的关于北美的点点滴滴串联起来 我们就会发现我们之前其实讲过很多关于它的内容 比如新航路开辟的时候 我们曾经讲过1492年是哥伦布发现了北美大陆 哥伦布他是因为这个土耳其封锁了地中海的商路 所以他要去找通向印度的商路 也就是说他去找印度的 结果一不留神发现了北美 所以我个人一直不太能理解 为什么要把哥伦布叫做伟大的航海家 他明明找错了 那么按道理来说 哥伦布发现了这个北美之后 西班牙在美洲建立自己的殖民统治 这个地方应该是西班牙的 但是这个地方到了1775年 北美独立战争之前 它是属于英国的 对于这一点也不难理解 如果我们把我们之前讲过的 这个关于英国的事情点起来看 我们也能发现线索 比如1588年之后 英国打败了西班牙 它开始着手建立自己的海上霸权 到了这个三次英和战争之后 荷兰战败把新阿姆斯特丹 也就是现在的纽约曼哈顿 割让给了英国 那再往后七年战争之后 英国从西班牙手里得到了佛罗雷达 而且七年战争之后 法国作为一个战败国 它放弃了大片北美的殖民地 这些殖民地也都被英国所占留 那这个情况下 我们讲到18世纪中叶 北美基本上为英国所有 我们是不应该感到惊讶的 到了1775年 北美独立战争之前 这个地方大概有13块殖民地 人口在200多万 有欧洲的移民 也有一些从非洲贩卖过去的奴隶 还有一些当地土著 大家相安无事 可是到了1765年的时候 英国的殖民当局 就要求增收印花税 那什么叫印花税呢 就是凡是涉及凭证啊 图案啊这些 需要印刷的东西 都要增加税务 那我们来想 为什么在1765年的时候 要增加这个税收 这个年份是不是一个巧合 很明显它不是一个巧合 因为这一年 正好是珍妮仿杀机 被发明出来的一年 而珍妮仿杀机的发明 标志着欧洲工业革命的开始 所以也就是说 英国马上就要走上一条 以机器代替人工 人类手工的这样一个工业化道路 那它的印刷品的数量和质量 都会上升 所以它增加税收 一点都不奇怪 而且本土都增加了 这殖民地当然也要增加 可是北美的这些人民 它就不会同意 因为从1607年 弗吉尼亚作为第一块 北美的英国的殖民地 建立起来之后 这个欧洲大陆 往北美这个移民浪潮 就进入了一个高峰期 尤其1620年的时候 当时五月花号上 有一大批受迫害的 清教教徒来到美国 这是人类自由史上 浓墨重彩的一笔 也就是说 大家从欧洲到北美来生活 本来就是为了逃避 欧洲大陆那些战争 经济剥削 宗教剥削 政治压迫等等 那我来到了这样一片 人间净土 你现在英国殖民当局 又要加税 所以就不同意 不同意它就要反抗 有反抗就有镇压 所以到了1770年的时候 当时在波士顿 就发生了一个波士顿惨案 英国的殖民当局 制造了一起惨案 杀害了五个美国人 当然当时还不能叫美国人 只能叫北美居民 这就引起了这个当地 极大的这个骚动和愤慨 可是这里要讲的 很有趣的一点在于 这个枪杀美国 当地 北美当地居民的 这个英国士兵的辩护律师 就是美国的第二任总统 约翰亚当斯 我们发现好像美国 他流行这一套 那叫做吃里扒外 而且这一幕一点都不罕见 比如萨达姆的辩护律师 他也是一个美国人 而且以前还做过美国的高官 那这个作为我们来说 就有一点不能理解 这不是这个 叛国的行为吗 但是我想说的是 其实这正是我们 最应该钦佩美国这样一个国家 或者说美利坚 这样一个民族的一点 就是有相当一部分美利坚人 他对于所有的人 都是用最为理性 最为人性的角度来看待 哪怕你是敌人 那我们想一想 一个对敌人尚且如此的国家 他对自己人会怎么样 这是我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问题 它也是文化的一个差异 其实我们中国并不缺乏这样的案例 我们叫做人者无敌 可能会很多人说 那这个如果像 这个日本侵华战争的时候 日本人对我们怎么样 怎么样 那如果我们现在反过来 也想对日本人怎么样 怎么怎么样 那我们跟他们有什么区别 这是我们要思考的 那么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是波士顿清茶事件 我们前面曾经讲过三种殖民类型 英国是典型的叫做市场殖民 就是他把这个地方 变成我的原料供应地 然后到英国经过工业加工之后 再高价卖给你 用这样的方式来进行一种 经济上的剥削 对北美它也不例外 那这样的这个方式来说 对北美的经济 它早起到了一种压抑作用 那所以到了1773年的12月 那这一天就有几个波士顿的年轻人 趁着夜色化妆成印第安人 跑到了一艘英国的商船上 把这个大量的茶叶全都倒到了海里 就是波士顿清茶事件 那么这个事件 直接导致了英国殖民当局 采取报复性措施 实行了很多高压政策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1775年 这一年的4月 在莱克星顿这个地方 双方产生了激烈摩擦 北美独立战争开始 那么同一年 这个在费城召开了第二届大陆会议 1774年的时候曾经召开过第一次 那一次决定的是要不要同英国决裂 因为它有一个文化上 还有感情上的一个惯性 所以那一次决定了最终要跟英国决裂 那第二次会议就要决定怎么决裂 具体来说就是武装斗争 组织了大陆军 其中华盛顿被任命为大陆军的总司令 所以这样北美独立战争的军事准备 在第二次大陆会议上就完成了 那么接下来在1776年的时候 美国通过了美国独立宣言 这个独立宣言也是北美独立战争的一个政治纲领 事实上很多美国人把独立宣言颁布的这一天 也就是1776年的7月4号 当成美国的国庆日 我们前面曾经讲过独立宣言 它受启蒙思想家洛克的影响非常之大 我们这里就可以看独立宣言里 它有这样一段话 我们认为一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 人人生而平等 而且被赋予不可剥夺的权利 包括生命权 自由权和争取幸福的权利 为了保障这些权利 人们才建立它的政府 所以政府的正当权利 来自于被统治者对政府的承认 那我们看到这里就会发现 它是不是跟洛克的这个逻辑是一样的 那有了军事准备 有了政治准备 打仗打的是银子 那么这个时候的北美 这个时候应该称美国 因为独立宣言已经颁布了 它跟英国之间的这个国力的差距还是非常之大 尤其是经济势力 那这个时候 在独立宣言刚刚颁布完了之后 弗兰克林 这也是美国的国父之一 就是这个在雷电里边放风筝的那位 他就代表美国到法国去 这个争取法国的援助 包括经济援助和政治援助 那法国这个情况下 看到这一幕他非常的高兴 因为我们前面讲过 这个七年战争之后 他是败给了英国的 所以他就一直想要这个报仇 所以这个时候正好有这个英国的敌人来求助他 叫做敌人的敌人是朋友 更加上1777年这个时候 美国侥幸在萨拉托加这个地方 打了一个胜仗 也是向法国展示了他的实力 所以法国的国王路易十六 希望大家还记得这个人 路易十六他就决定支援美国 派出了大量的海军 来阻击英国海军往北美的这样一个运输 还有一些军事行动 极大的牵制了英国的力量 但是这样一来 法国他的消耗就过于庞大 那么我们前面讲过 于是他就召开三级会议 于是他就要加税 这样就激化了阶级矛盾 于是法国大革命 路易十六在大革命中被杀掉了 应该说法国对于美国来说 是非常的仗义 岂止是仗义 简直是真爱 把自己都豁出去了 但是美国对法国很不仗义 我们前面讲到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时候 法国经常处于被反法同盟围攻的这样一个地位 这个时候其实法国也是向美国求援过的 但是美国说 你看我们新成立的一个国家 这个法国何等强大 何等荣耀 怎么会轮得到我们这样的随尔小邦 去支援这样一个国家呢 再停停吧 再忍忍吧 再等等吧 胜利一定是属于你们的 其实这个就让我们想起古龙的一段话 就是当你在挨饿的时候 如果你的朋友跟你说 你是一个多么顶天立地 不像人是求援的人 如果你没有钱的时候 你的朋友告诉你 这个自力更生是多么可贵 那可以肯定你这位朋友的朋友 只有他自己 所以美国这样做 当然也有人说 那是路易十六支援的他 他不去支援这些 推翻了路易十六的人 有什么问题 当然这个角度来讲 美国也是够仗义的 但问题是这样一来 你跟你自己的这个独立宣言里面 说到的精神就相悖了 你不是说人人生而自由吗 你不是说这个人人生而平等吗 你不是认为人天生就有追求幸福的权利吗 那怎么现在有一个要追求自由平等 国外的这样一个民族他在进行革命事业 你就袖手旁观了呢 所以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说 美国在法国大革命期间的表现都是不太地道的 当然这个不太地道主要是指道义上 在策略上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将来我们讲到这个美国地缘的时候 我们还要讲 那么组织了大陆军 有了军事组织 发表了独立宣言 有了政治纲领 争取了法国支援 有了军事盟友 所以美国革命非常顺利 几乎是一路凯割 那么到了1783年的时候 英国实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 只好承认了美国的存在 所以我们就发现 但凡要进行革命的 那么有三个字 你一定要抓在手里 那是枪杆子 比如大陆军 笔杆子 比如这些起草独立宣言的这些国父 还有钱袋子 当然美国它本身没有钱袋子 但是法国替它充当了钱袋子 而且把自己都给掏干了 那接下来就出现了一个问题 就是英国人走了 美国怎么办 其实这个问题是 它的重要性一点都不逊色于 怎么把英国人赶走 因为它牵扯到 你把英国人赶走的目的是什么 其实这个时候 北美13块殖民地 它是各自为证的 美国它刚刚建国的时候 那个国号里边叫做 Commonwealth 它不是United States 这个是在178新年宪法之后 所以当时它就有两条路可以选 一条就是像英国那样 走一条君主立宪的道路 这个大家其实不要感到意外 因为我们环顾18世纪下半年的时候 整个世界 东亚就不用说了 当时是乾隆年间 欧洲大部分都是君主国 即使是英国它是君主立宪 它还是有一个君主 只是它君主的权力小一些 所以当时如果美国真正建立了一个君主国 华盛顿当了皇帝 这个一点都不奇怪 甚至如果不这样才是奇怪的 但是美国这个国家 有两点是最让人忌妒的 一点就是它的地理位置 这个我们在讲进攻性现实主义的时候 还要讲将来 另外一点就是它这一群国父 这群人的思想实在太超前于它那个时代了 那么在1787年的时候 美国宪法规定 美国是一个共和国 总统它是有任期的 当然华盛顿他当了两任之后 他自动离任 这就形成了一个惯例 所以日后除非是这个战争时期 一般情况下 美国总统没有连任超过两期的 所以这样一个纯粹的民主制国家 在当时的18世纪 是一个特例 而且在人类历史上 也是惊天动地的一笔 在新大陆上诞生了一个新国家 采用了一种新体制 华盛顿他没有成为皇帝 但是他比皇帝更加令历史铭记 但是当时并不是没有这种声音 有很多 尤其是军方的人 他会说我们这个领袖是不是要做皇帝 你要说华盛顿他一点这个心思都没有 在那个环境之下 手里掌握军队 我估计也不会 都是人嘛 可是伟大的人 他之所以伟大就在于 他能够控制住自己的欲望 在华盛顿 约翰亚当斯 杰斐逊 麦迪士 以及门罗 这前五位总统的 在各方面 治理之下 美国逐渐走入正轨 大家注意我刚才说到的 这五位总统 是美国的前五位总统 也是美国经历过革命时代的总统 那么从门罗总统之后 这些美国总统就在这个革命时代之外 他们在各个方面为美国这个社会 以及这个国家设立了不同的标志 这些标志 很多一直到现在 我们后人都没有办法超越 将来我们讲到美国在各个时期的政策的时候 我们都要追溯到他在独立战争时期 这些思想的渊源 以及他的代表人物 美国在欧洲的大西洋彼岸 建立起来 默默无闻地发展着 那我们现在把视野再拉回到欧洲 在美国独立战争进行的同时 欧洲的维也纳体系也在逐渐形成 那么在拿破仑战争之后 形成的欧洲协调机制 让维也纳体系太平了吗 那在维也纳体系之下 这些大国和小国之间的关系和谐吗 我们下一讲再见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